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地春节庆祝活动 年味十足 春意涌动 广西江西干部群众进行强险救灾的最后攻坚战 并抓住天气情好时机 积极开展 生产自救 全国电网今天基本实现对所有受灾县市供电 在抗击冰雪的日子里 一些普通百姓在危难时刻向他人伸出援手 书写平凡的感动 美国接连发生四起枪击事件 造成11人死亡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对于因雪灾在他乡过年的人们来说 虽然家人远在千里之外 但温情始终陪伴着他们 这位朴实的农民叫刘石乔 他和女儿在浙江嘉兴打工 今年本打算回贵州老家过年 却因为雪灾滞留在杭州 电信部门给滞留旅客开通了免费电话 老刘就赶紧给家里打了电话 老刘和女儿留在了嘉兴过年 今天老刘还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特别节目 温暖春节中看到了远在贵州的家人 网络缩短了亲人之间的距离 河南西平的王震堂老两口 通过屏幕看到了远在深圳的儿子儿媳 他乡过节也温暖 大年初二晚上支援湖南电力享秋的 甘肃电力工人刚返回驻地 就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这些来拜年的都是村里的乡亲们 他们带来了活蹦乱跳的土鸦土鸡 香喷喷的腊肉花生 还有浓浓的米酒 这个老牛是我们父亲送给中国的样子 就是中国的礼物 就是送给你们 武汉有存在 就是我们的新年 这么鲜的 这样的老乡真好 在这儿过年就是跟家里是一样的 在河武铁路武汉段工地 有800多名农民工因血灾不能回家过年 每天一有空 他们就会聚集到这一块块贺年板前 家乡的天气抗灾等各种信息和家人的来电留言 让他们身在异乡游在故乡 今天我跟家里面打电话 家里面没日记 今天我游在新铁台上发现他们的消息 他们都很好 让我在这工作又安心多了 他乡过年也快乐 突如其来的雨雪天气打乱了深圳保安区12队准备回家结婚的新人的计划 但是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让他们在春节双喜临门 心里面就是很温暖的一种感觉吧 和在家里一样 在上海金山 当地农民们手把手交流在当地过年的农民工 跳起传统的民间舞蹈打联香 在江苏南京 广西南宁 云南昆明 甘肃兰州 山西太原 游戏连欢让留校过年的大学生们赶走了寂寞 在山东济南 一千多名在他乡过年的人们聚到一起 素不相识却其乐融融 我是黑龙江人 我是四川人 我是鬼江人 我是河北人 我是辽宁人 人喜盛世鼠照封年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 人们用欢乐来赋予春天的约会 在香港过年 初一游花车 初二看烟火 昨晚八点 四万发璀碳夺墨的烟花 点亮维多利亚港的夜空 四十多万香港市民和海内外游客 在一派火树银花中共庆新春 当夜空中出现北京2008和五环图案时 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今年是中国奥运年 我们看到在行游队伍最前面的 就是由三十个小朋友组成的 浮娃营奥运方阵 春节大团拜活动 是深圳莲花北社区 贺岁的一大特色 活泼可爱的小浮娃们一登场 让今年的团拜与众不同 在白雪覆盖的安徽农村 龙腾诗舞的社会队伍里面 也活跃着小浮娃们的身影 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河北农村 大大小小的杂技绝火 把年味烘托得红红火火 在湖北武汉 四米多高的巨龙飞舞 在江西南昌 2008米长的巨龙升腾 共同向人们献上春天的祝福 在山东围坊 放风筝的爱好 让人们把节日过得热热闹闹 在这团圆的时刻 生活居住在大理的台湾同胞们 和当地的白族群众 舞龙耍师欢聚一堂 传递浓浓两岸情 共度欢乐中国年 春节也成为老外们 领略中华文化的绝好机会 在山西古城平遥 每天都有数百名外国游客 与当地群众一起 做花糕 放鞭炮 写春联 贴窗花 在天津 一场洋菇业擂台赛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洋菇业们 出足了风头 想美好生活 过动感假日 在河南南洋东夏河村 一场别开生面的拔萝卜比赛 让农田变成了竞赛场 在黑龙江加姆斯 500多名农民运动员 参加的趣味运动会 把冰雪王国搅了个热火朝天 在西安大唐芙蓉园 一场穿越时空的大唐运动会 正在举行 参赛队员既有踩着高桥的 大唐高人队 也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联合部队 各路高手梦回唐朝 欢度新春 军营年味浓 官兵欢乐多 助手在南海前哨的官兵 在高山篮球场 进行庆兴春篮球赛 为防止篮球掉到山下 场下战士既当拉拉队 又当守门员 今天各部队的文艺演出队 也深入边防海岛一线哨所 慰问戍边官兵 新春佳节 何家团圆 在人们感受浓浓 年节氛围的同时 许多劳动者 却坚守在岗位上 挥洒汗水 辛勤工作 青岛港是往南方灾区 运输电煤的重要港口 这两天 由于天气寒冷 煤都冻住了 大大增加了装卸难度 我们工人 共产党员 冲在第一线 组织了二百多人突击队 连续打洞煤 这段时间以来 一共打了十几万吨 为确保 一往南方灾区的 电煤油等必需品顺利抵达 连日来 各大港口 码头 航道的工作人员 夜以继日的作业着 在长江航道上 上万名职工 在江面上巡查排险 保证船只运行畅通 在大连港 码头工人们 每天都要完成 十趟成品油专列卸载 三万吨成品油 装船发往南方 春节期间 山西大秦县 往南方灾区的 电煤万余量增加 每五分钟 就要发出一趟 万吨重载列车 大同市呼噜队的 数百名联防队员 精心守护沿线的 二百多处 寒洞 桥梁和道口 忍受着零下二十度的低温 每人每天巡查 三十公里以上 不少队员 手脚和耳朵都被冻伤 近日 丹副四川近 百分之三十 输电任务的大动脉 二滩水电站 五百千伏输电线路 因冰雪停运 四川电网受到严重威胁 过年这几天 四千多名电力职工 翻山越岭 肩扛设备 脚踏积雪 全力抢修 受损线路 在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安徽茶子岭上 一千多名电力护线工们 每天都要背着厚重的工具 在山林里巡查 清除线路上的洞兵 饿了就啃几口冰雪 嚼几口方便面 除夕夜 这辆送水果去广东的大卡车 行驶到长潭高速路段时 突然抛锚 长沙的值班交警 立刻上前帮忙更换新轮胎 半个小时后 大卡车重新出发 在广州火车站 来自全国各地的 五百多名铁路公安 组成了一支特警队 在站内疏导旅客 护送老人 孕妇和儿童上车 这一待就是十天 今天下午 他们又启程转战湖南岳阳 继续他们的特别任务 广西抗兵救灾 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天 春节期间 仍有十万名党员干部 与群众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 地处贵北山区的资源线 是广西受灾最严重的线 也是全区最后一个 没有恢复宫殿的地区 截至期间 电力抢救人员 在这里打响了最后的攻坚站 虽然目前还没有和外面的 大电网联通 但是当地的干部和群众 通过积极的生产自救 利用水电网络 已经让60%的百姓 用上了电 今天自治区领导 又给刚刚恢复了 交通和运电的 山里的少数民族群众 送来了急需的生活物资 经过近6000名店里人员 连续十天的抢修 春节前 广西16个县 200多个乡镇恢复了供电 90多万户群众 度过了一个温暖明亮的春节 山区百姓的生活 牵动众人心 来宾是巴勒屯 地处海拔 1000多米的偏远山村 由于冰冻道路不通 救灾物资一直送不上去 全村200多人的衣食 面临危机 我身后的是运送到 巴勒屯的救灾物资 但是据前方的人员告诉我们 前方仍然有7到8公里的路段 是属于冰冻的状态 我们打算是通过步行的方式 走完这7到8公里的路程 进入巴勒屯 经过27个小时的艰苦跋涉 运送队终于打通这条生命之路 在这次冰冻灾害中 广西大量的救灾物资 就是这样依靠 尖挑人杯送进受灾村屯 送到灾民手中 与此同时 来自全国各地的救灾物资 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广西 为灾区人民送来了 急需的大米油和郁寒衣物 截至目前 广西已下发棉被24万多床 棉衣21万件 大米1万多吨 春节期间 广西10万多名党员干部 还放弃休假 在受灾最重的村屯吨点 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唐徽林灾情发生后 就一直没有离开锁住村屯 很久没有见面的女儿 特别想和妈妈一起过年 但是唐徽林告诉女儿 她要和大伙商量 灾后恢复生产的大事 面对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 广西在全力自救的同时 雇大局伸援手 与湖南联手打通 南下第二通道 承担了分流 京珠高速公路 受阻车辆的繁重任务 广西境内一路上都走得很通常 由于及时实施分流 被冰雪围困多日的数万车辆 借到广西前往广东 2月5号 广西解除了湖南进入广西车辆 绕行贵海南无高速公路 进入广东的管制措施 顺利完成分流任务 春节期间 江西广大干部群众 抓住天气情好时机 抢修供电线路 积极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 江西赣州市恢复正常供电 现在大街小巷的路灯 高杆灯和大红灯笼 都已经重新亮了起来 经16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 和部队官兵六天六夜分战 自2月1号以来 一直与江西省网断开的赣州主网 终于在春节期间与省网接通 1月12号以来 持续的雨雪冰冻天气 使江西省20个县全面停电 停电居民达379万多户 江西省电力公司 快速组成8个抗灾指导组 赶赴抗灾一线 春节期间 江西省为主要领导 多次到电煤生产企业 深入景下采矿作业面 现场指导工作 谨励增加省内煤炭生产 江西电网7万员工放弃休假 抢修受损的电力设施 截至今天 江西省除宜黄乐安两个县 还没实现大网通电之外 其余县已全部实现电网通电 目前江西省已由抗兵抢险保电网 转为抢修重建恢复阶段 力争二月底 全面完成受灾电网修复工作 持续的雨雪天气 一度造成不少旅客滞留 在解决食品医疗救助的基础上 江西还组织红歌手 将一手手动听的红歌送到旅客当中 歌声让整个后舌大厅沸腾了起来 旅客一边拍着手 一边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 许多人忘记了等待的疲倦 感觉和他们在一起很温暖 很开心 好像回到家了一样 本省抗灾的同时 江西省还加强省纪合作 共渡难关 二月一号 京珠高速湖南段再度吃紧 经紧急协商 二月二号凌晨 江西省迅速开辟出南下车辆第三通道 通过湖南境内里潭高速公路进入江西 分流到达广东东部 当天分流车辆约三千辆 大大减轻京珠高速的压力 灾害中 江西二百八十四万亩油菜受灾 政府紧急调配粮油淡菜等物资供应 平易物价 保障居民生活少受影响 这里是江西省南昌市最大的一家 农产品专销市场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市场的两百多家摊位 生意红火供应充足 像这种红辣椒 四块五毛钱一斤 与平时没有两样 过去过路这一块免收了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就是免收一定的这个财务费 为帮助群众灾后开展生产自救 春节期间江西省两千五百多名专家 深入灾区指导防低温冻害 畜牧疫病防治等工作 林业部门抽调三万多名干部 主动上门把预留的木材生产采法指标 优先给受灾灵笼并免费提供种苗 省财政还拿出一百多万元 用于购买蔬菜种子 免费提供给主要蔬菜基地 统计显示全国因受灾停电的县市 最高时时达到了169个 有一万多条电力线路停止运行 那么在国家电网公司的电力调度中心 从这张运行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电力供应的恢复情况 截止到今天下午6点停电地区是恢复到了94% 没有恢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南和江西两省 现在抢修工作仍然在紧张地进行 对于停电的2200万户 我们已经恢复到了2000万户以上 所有的受影响的地市和县都做到了通电 灾害来临后 长沙一度大面积停电 当地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响应 3000多名电力职工连续奋战 我所在的位置是长沙市越路山的第38号书店铁塔 我们可以看到 安装完最后一根支撑铁以后 这个铁塔就彻底修复了 它的修复也意味着今天 长沙市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的供电 目前以长沙为中心的湘北电网已经基本恢复 在湖北三峡送往江西的主要电力通道 因为雪灾有7座铁塔倒塌 另外还有19座严重变形 这里是海拔1300米的湖北通山线太平山里 电力工人正在这座铁塔上安装最后的一根横梁 而在江西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县 当地政府组织有关部门24小时加紧强袖 这里是江西城乐安县 现在电力职工和明明战士正将一根电线杆 通过这个寒洞抢运到两公里以外的大山上 以保证整个县城的电力供应 同样在江西辅州至黄县的高压收电线路 抢修现场 200名武警水电官兵连续奋战8个昼夜 让饱受16天停电之苦的180万群众 终于用上了电 贵州电网灾后重建规划 今天也正式确定并上报国务院 预计4月底前恢复全省用电 5月底前恢复西电东宋 到3月5号能够保证贵州的生产生活用电 这一部分的线路 我们将来用技术改造也要进行加工 这里是广西资源县中芬乡的摄领村 为了让山里的1000多名瑶族群众 在今天晚上恢复通电 现在广西水利电业的职工们和当地百姓一起 正在抢修这条九公里长的受损线路 广西水电部门调集了300多职工 利用当地的水电资源 在县内形成了三块独立电网 解决了大部分群众的用电需求 出现灾情以来 全国有超过18万的电力职工 奋战在抢减抗灾的第一线 经过电力工人的权力抢修 目前65.4%的受损线路 和71.6%的受损变电站已经得到恢复 全国电网基本实现对所有受灾县市的宫殿 在抗击冰雪的日子里 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在危难时刻伸出双手 尽一己之力帮助他人 这是衡阳市第三中学家属区内 唯一的一口压水井 主人是这位名叫王伟的老师 连日的低温冰冻天气 让不少居民小区水管冻裂 面临水荒 于是王老师家的这口水井 就显得尤为珍贵 由于到这儿取水的人多 王老师每天从早上六点 一直要忙到晚上十点 记者给他算了笔账 两百个人取水 每人四桶 每桶要往水井里压五十次 才能装满水 王老师的两只手 每天要这样上下机械运动 最少四半次 那你就不能换一个人 来帮你摇吗 人家在这里摇的时候 他不太熟悉 我怕把这个摇皮给摇坏了 摇坏了就大家都没水吃了 遇到年纪大的老人来取水 王老师还总是主动帮着他们 把馒头的水给献回家 我只想以我自己的行动 向大家说明一个问题 希望大家在 碰到自然灾后的时候 能够互相 你仓负我一把 我仓负你一把 大家一起渡个这个难关 事后我们还了解到 许多受过帮助的人 想给王老师付钱 也有人打算给他送牌匾 但都被王老师谢绝了 我们感到 王老师拒绝对他本人的感恩和回报 恰恰是在倡导 每个人不求回报的 为抗灾救灾 为社会和谐 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国务院煤电油运和抢险抗灾应急指挥中心 今天发布最新公告 公告要求各地城市供水供气集中供热等企业 要组织力量加强巡查 及时排除故障隐患 抢修受损设施 各地供水企业要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消毒药品 做好应对水源污染事件的各种准备 公告要求 抓好林木种苗的防寒防冻 继续做好春季造林种子苗木的准备 和受冻害苗木未成林造林的补植 要做好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 防止森林病虫害大面积爆发 尽快开展受灾林木损失状况调查和评估 科学制定受灾林木清理方案 今天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 商务部卫生部和总参作战部七部门 成立了联合救灾保障小组 协调解决灾后低温雨雪冰冻可能引起的灾害 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和紧急物资供应 科技部今天在网站上发布了第一批 南方地区雨雪冰冻灾后重建实用技术手册 内容涉及农业交通和居民生活三个方面 由于灾害天气影响 江西干州大量骑乘严重积压 商务部连日来紧急协调 全力以赴帮助解决卖难问题 这里是江西省雄屋县 这几天每天都有广东浙江上海的水果经销商 前来上门收购骑乘 要不是商务公民帮我联系养食过年 上门的收购 不然我家这么多细产都会烂在库房里 这几天还有很多老板上门的收购 人家非常高兴 而在几天前黄承英还和干州其他的果农一样 愁眉不展 由于灾害天气造成运输受阻 骑乘运不出去 而大范围的停电又导致国品分减等生产线不能正常运转 眼瞅着春节最好的销售时节 干州却有18万吨骑乘堆放在仓库里卖不出去 在得知干南骑乘卖难问题后 商务部的工作人员立刻在新农村商网商务天气预报网站发布了江西骑乘供购信息 寻找采购商 同时迅速和骑乘各主销区进行联系 我们很着急 我们早一天卖 对当地的农民可能就会有早一天的收益 从大年29到现在 北京 上海 天津等13个商务主管部门 与当地大型果树批发市场和水果经销商进行了联系 尽力安排采购和销售江西骑乘 而加勒福 沃尔玛等大型零售企业得知消息以后 也主动加入到了采购销售江西骑乘的队伍中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 今年国家将安排国债资金2亿元 支持50个粮食现代物流设施项目建设 这些项目主要是重要的散粮物流通道 和节点的散粮中转库等 内蒙古自治区内的厄温克 达沃尔 厄伦春 三个少数民族群众 春节前全都告别微草房 住进砖瓦房 这三个少数民族共有居民14000多户 国土苏元部昨天宣布 广西宁明县发现一个储量达6.1亿吨的特大型烹润土矿 占目前全国探明储量的四分之一 烹润土广泛应用于铸造 冶金 食品 化工等生产中 泰山之巅今天迎来一场中雪 由于先雨后雪 雪花黏附在松崴和灌木上 同时出现了雨松 雪松和雾松景观 令人叹悲观止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准备工作 目前进入排练制作阶段 3月份将进行首次大规模排练 6月份将进驻鸟巢进行实地排练 开幕式分为文艺表演 运动员入场仪式和点火仪式等四个部分 持续三个半小时左右 开幕圣火大约在23点30分左右点燃 目前圣火点燃的方式以及烛火锯塔的设计和建设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这一选念将被保持到最后一刻 旅居海外的华城华侨连日来举行各种活动欢庆农历新年 日本民鼓屋今天举行第二届民鼓屋中国春节祭 活动将中国传统的春节文化和日本民族喜闻乐见的节日形式相结合 为中日两国人民加深相互理解和交流提供了一个新舞台 活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演艺文化和民俗文化 让旅日华人华侨和日本民众共度一个真正的中国年 美国纽约唐人街大年初一举行青春暴族文艺节 数万名华人华侨和当地自民一起 用中国的传统方式庆祝数